在南方澳的内皮海边 最近成了风筝冲浪爱好者的天堂 因为风筝冲浪需要宽敞空间 还有够大的风浪 每到了夏天 内皮吹起南风 只要出太阳 几乎天天有人来玩 夏天的风向都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它风持续是往内吹的 所以就算你发生任何的状况 它还是会把人往岸边吹 台湾的环境其实是很好 在四周防海 然后这个沙滩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沙滩 提到冲浪 冲浪客最先想到的 几乎都是乌石港外游海滩或是蜜月湾 冲浪客踩在浪板上 享受冲浪的快感 跟南方澳内皮海滩做比较 乌石港从老旧渔港 转型成观光渔港之后人潮聚集 咖啡厅民宿越来越多 重画区越来越广 加上蓝阳博物馆 新建案喊到一瓶40万 而那批海滩也因为风筝冲浪聚集 带来人潮 中古屋一瓶要价24万 足足涨了四倍 当初我买的时候是差不多200左右 因为以前买200 可能就在这边已经算贵了 可是现在有人要卖 已经都喊到八九百了 另外乌石港冲浪客主要玩长版 每次大约850元比较平民 但是风筝冲浪一次三小时 要价3000块钱 当地民众就是看准 这样的消费力也陆续拼观光 新闻打造了另一个观光奇迹 TVB的新闻解大纯纯文 宜兰报导 照独家带营来看 高铁站旁竟然出现了水上乐园 而业者打了算盘 均希望把车站的人潮 变前潮 另外如果想要省钱买3C的话 再不妨去多媒体大展来逛一逛 笔电最多可以省4000上下 甚至还有最新新品大PK 马上回来 AI为使用 商人 新轄